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我是冷眼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趋势为王 王牌交易 关注冷眼不迷路 那么比特币一路的是 继续的去沿着我们的一个上涨通道 一路的进行一个上涨的 那么接下来比特币的上涨 会到达哪个位置 以及我们一些操作思路 日线级别的一个操作思路在哪里 以及我们的24小时的一个交易的一些方案 那么我也会分享给大家 那么节目开始前 大家先订阅冷眼的一个频道 那么今天的一个恐慌贪婪指数是占一个29 比较出一个比较买入的一个机会也是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回到一个盘面上来 之前我们说过比特币的一些情况 从日线级别的话 它出现一波的一个回踩 但是我们很快的发现 比特币的话 它是有一波的一个行情来了 有一波的行情来了 虽然日线级别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波的一个调整 但是它在不断的去无限的去接近我们的一个 这个位置无限的去接近一个上方这个压力 这个4万附近 所以说我们很快可以看到比特币有一波一个新的一个行情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的话现在的话 它在4小时级别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在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波的一个 在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波反弹 反弹是无限是突破了4小时级别的一个 布林带上轨的一个位置 目前的话是在一个布林带上轨的位置 而且是在21均线上方 穿零招 这个位置昨天我们说过穿零招 继续持有我们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多头 那么这个位置也是缩量进行上涨 所以说它继续上涨 去测试我们上方的这个位置 那么4万美金一旦突破 那么冷眼会继续去持有我们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多头 如果在位置继续去穿势上方的一个位置 穿势到上方更高的一个位置 首先它要去突破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4万美金这个重要的一个 重要的主力这个关口 这个位置是吧 所以说我们要去观测这个位置 那目前的话我们继续去持有 我们在3万6去开有的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多头 那么我们的VIP社群里面已经去 在这个位置就已经开了一波的一个多头 在一个3万6 那目前的话这一段是吃下来了 这一段 这一段是吃到了 那么这一波上涨 它会不会继续去突破上方的位置 创造更多的一个利润 这是有可能的 因为的话从4小时级别来看的话 它是在一个上涨通道当中 而且的话它并没有去回踩下方的支撑 如果去回踩下方的位置的话 我会考虑去把我的一个比特币的多头提前去止盈 那么目前的话 只要它没去再去测试下方的一个不耐中国的位置 就是3万7的废置 那么我是不会考虑把我的那个比特币的一个多头去评价的 机器持有的 所以这是比特币的一些情况 如果去跌破上方的一个支撑 可以去考虑在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开空 如果去跌破在那个位置可以去小幅度的去开空一下 但是你不要企图它是跌很大 它还会继续去二七去试探这样的一个位置 二七去试探 回踩一下继续去反弹 总之它回踩之后反弹再来 这位置继续去反弹 肯定是走一波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行情 反弹的一个行情 所以说我们要去看现在的一个思路 它既然都是向上的 无论它是回踩怎么样 回踩之后继续去做多 那么如果你持有多投继续去持有 没有太大一个问题 现在的行情对于短级别的一个交易来说的话 还是很有机会去突破这个4万美金高位的 如果在这个位置在4万美金受阻的话 先考虑进行一个观望 跌穿这个位置再考虑去开空 否则的话不要轻易去开空 因为的话现在是处于一个小级别的一个上涨通道当中 去做空的话 拥有去跌破曲线以下才能够去考虑去做空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 日线级别的一个整体来看的话 它是来了一个AM字型的一个 是吧 来了一个AM字型 这个位置反弹率形成一个AM字型的一个 一个走势 一个形态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以太坊的情况 以太坊我们来看一下 以太坊的话我是开有一波的一个以太坊的一个多头 也是继续去持有这个以太坊的多头 那目前的话虽然它在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当中 昨天我们说过了 在这个位置继续突破上方的阻力之后 继续去考虑继续去持有多头 那我们来看一下4小时级别的一些操作机会 那么从4小时级别来看的话 它也是在一个上涨通道当中 一直是形成一个上涨通道 上方的一个阻力是已经找到了一个2700 2800美金的一个水平了 所以说我是短期之内的话 我还会继续去持有我的一个以太坊的一个多头的 在这个位置你看它又去4小时级别穿临轴了 穿临轴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 那么下方继续去缩量 那么缩量的话继续上涨去突破 去突破了2600以后 可可能就去测试这个2800这个水平了 所以说未来一到两天里面 我们可能会走这样的一个震荡 继续向上去突破上方的一个位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如果去在过年期间的话 来一波上涨的话 还是可以去看得到 如果在这个位置回踩了 那么回踩到这样位置 一定是一个空头的一个指引的一个位置 空头指引位置或者是一个 如果继续跌破的话 那么空头就继续加上去做空 如果你在上方持有空头的话 那么多头的话 建议的话还是继续去持有 那么回踩这个位置继续止损 然后去考虑进行一个继续做空 那么今天是这样的行情的一个分享 大家没点关注点点关注 点的关注的话 我会继续去分享 谢谢 谢谢大家